高的位置 大家看到陳成薇一開始是向前再往後再往後 有機會嗎? 哎唷這個球 最後是接殺出局啊 陳成薇啊 但是 裁判是不是第一時間覺得球有彈出來 因為他繞了一個小弧圈啊 三列手張掌仁先生剛才的判定是 是認為說是不是有撞到牆啊 他應該一開始是判他可能第一時間是沒有接到的嘛 不過真的要透過慢動作來看 因為我們這個角度看起來是好像有接到 我一開始跑的位置也是蠻嚇人的 先往前然後又往後轉 球有彈起來喔 但是最後還真的有接到 有接到啊 那應該沒有碰到拳圈打牆 應該是他背對著這個張展榮先生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往後的時候呢 手套還差一點掉下去 但第一時間貓男實在是太強了吧 但是看有沒有辦法看到更好的角度 但從這個位置來看應該是沒有碰到 如果有碰到的話拳圈打牆應該會有這個彈痕 好我覺得有點凹痕 對 但這樣看起來其實都沒有 這算美劑嘛 應該會改判的 奧斗 所以陳成威最後是把球給收進了手套自製美劑 也結束了三局下半龍隊的攻勢 廣告後 哈囉大家好 我是楊楊 看完影片呢 記得要點一個愛心 如果還沒有訂閱的朋友呢 記得幫我點下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這樣子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支 最新的影片囉